我穿回了男友高中时 他被打得头破血流 抖着手去捡地上的馒头 我告诉他 我是你未来的妻子 他抿着毫无血色的唇 那你 说你爱我 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一 结婚前夕 我穿回了男友高中时 小巷子里 沈思行被人掐着脖子 恶狠狠地往地上撞 他没有反抗 也没有挣扎 像是已经习以为常 接受这惯有的事情 脸上一派平静 任由鲜血在伤口处流出 围着的人发出阵阵哄笑 施暴的人 我认识 沈思行的继兄 沈金白 沈哥 你看他好像一条狗啊 就这点出息 以后肯定威胁不到你的 沈金白也只是笑 伸手抬起他的脸 斗狗般轻蔑地拍了拍 来 叫声给哥哥听听 我压低声音 对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110 简单讲述了事情 经过和发生地点后 掐断了电话 那头的声音继续响起 你后妈这个儿子 和你后妈一样见 这句话 像是烫着了沈思行的神经斑 他原本死记得神色巨变 像只被触怒的小兽 扭伸和沈金白撕打起来 但远远落了下风 周围的人一拥而上之际 我莽撞地冲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 我已经报警了 还不走 我的视线 刻意扫过他们校服前的校徽 其难一中的学生 就是这样的 沈金白吃笑 妈的 真爱多管闲事 他甩开沈思行 调下一句狠话 带着人呼啦啦地走了 路过我时 还不忘扫尸我一番 我知道 他是在通过我的穿着打扮 判断我的家庭情况 好在 我穿过来时 身上的衣服和东西都没有用 所以 沈金白才能这么干脆地离开 我失神地望着沈思行 隔了重重岁月 我忽然来到 这段我不曾参与到的人生里 他似乎完全不在意 刚刚发生了一切 颤抖着手去捡地上的馒头 尽管有塑料袋包裹在外 但袋子上的脏污 也足够让我皱起霉 更何况 袋子里头 好像也染上些污泥 我走过去 蹲下身按住他的手 沈思行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指尖微微发颤 我这才注意到 他的手凉的吓人 身形更是单薄 脸色苍白 别吃了 很脏 我有随身携带冲击零食的习惯 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一开手 我从包里翻出两个小面包递给他 沈思行没接 沉默地看着我 两个眼睛带着空洞的诡异 我撕开包装 撕下来一点送进嘴里 干净的 没下毒 没等我再伸手 沈思行动作迅速地抢过去 往嘴里猛塞 几乎没什么咀嚼的动作 两下就干咽了下去 像是恢复了点力气 沈思行靠在墙上 傅右伸手去抓地上的馒头 我眼急手快地 把馒头往我身前扒了 沈思行的动作落空 这下他的眼睛里多了点情绪 很是不解地看着我 脏了 不能再吃 沈思行瞥我一眼 我吃 你不吃 他长得高 但是很瘦 跟只发育不良的长手怪一样 对着馒头的位置探过来 我当即站起身来 当着他的面 拎起塑料袋的一脚 正要丢到垃圾桶里 不知道哪里窜出来只小狗 冲着我打转 尾巴摇得可欢 他毛发干枯 身上还有光秃的地方 我解开塑料袋 掰了馒头干净的地方给他 塑料袋和有污泥的部分 则被我丢进了垃圾桶 转过身时 沈思行满眼都是谴责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去医院看看 路上我比你买吃的 沈思行有很严重的胃病 刚和他谈恋爱那会 我朋友调侃他 说这是总裁病 他只是笑着摇摇头 垂眼告诫我 所以你得好好吃饭 很疼的 你受不了 我那时只当是他之前 饮食不规律 和他信誓旦旦的保证 放心吧 我好好吃饭 也会看着你 让你好好吃饭 高中时候的他 竟然是这么过的吗 和他谈论校园生活时 他总是说起大学 说起和我相遇 避而不谈高中时代 我问时 沈思行才简单地带上一两句 不算美好 就不多说了 二 沈思行看了我好一会 我冲他晃了下手机 我有钱 一个你 对我来说绰绰有余 刚穿过来时 我就确定了 我手机账户里的 那串数字还在 虽然卡里的钱 完全支出不了 但是账户里那笔钱 已经足够了 这其中 还有很多笔大额转账 来自沈思行 用熟男版沈思行的钱 养青色版沈思行 怎么想都觉得好我有趣 见他迟迟不动作 我只好伸手去搀扶他 你看看你 瘦成什么样了 轻得不得了 我轻而易举地 把他搀扶了起来 仿若一把骨头 身上挂了张人皮 沈思行借着我的力道站起来 没说什么 只乖乖捶着头 想来是在打量自己 是不是真的和我说的一样 许是常年来的饥饿和毒打 让他的思绪变得稍显迟钝 沈思行想了会 微低着头和我道 还好 以前更瘦 语气委屈 我听得心脏猛缩 狠狠一酸 就听见沈思行试探着开口 我饿 我们去医院看完 想吃什么吃什么 好不好 我不自觉地用上了哄孩子的语气 还有 你头不疼吗 沈思行点点头 继二道 疼 更饿 我扶着他走出巷口打车 心里止不住的酸涩 我在沈思行的身上 从没见过对命运的怨怼 让我误以为 他在爱里成长 所以不埋怨不偏激 故而我很难想象 从这些事情里走出来的他 怎么还能那样包容又温柔 沈思行去检查的时间里 我去了最近的商场 给他买衣服 付款的时候 我瞪大了双眼 原本一千块的支出 到我的手机上 乘一百万 我猛猛地念叨出声 我的手机里有鬼 导购看了眼 忠心地夸诞到 很漂亮的款式呢 我还是第一次见 除了我在旁人的眼里 我的支出都是正常的 我猜想 是我来了这个世界后 所有消费都变比例了 一比一千 不久之前 我还大放厥词 养一个沈思行 绰绰有余 他这三千多的医药费 就花了我三百多万 我面色略微扭曲 沈思行眼神微微颤动 我不疼 不治 他说着 就要把检查册和开的药 往护士小姐姐手里塞 我连忙拽住他的手 拖着他往外走 边走边数落他 你干什么呀 生病了不看医生 你是想成仙吗 心里暗爽 以前沈思行说我的 今天起我都要说回来 被我拽着的人 脚步猛地顿住 怎么了 沈思行声音闷闷的 嗯 现在带你去吃饭 但是医生说 你得先从清淡一消化地吃起 一次性也不能吃太多 沈思行没说话 我诧异地转过身 只见他低着头 目光钉在他拎着的药品上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沈思行突然抬起头看着我 眼睛里满是沈氏的味道 他眨了一下眼 吃药 而后 把带子挂到了我手腕上 我提起带子 又好气又好笑 有病的是你 沈思行面色不改 抬手摸了下被包扎好的伤口 我有病 我饿 语气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我险些就要顺着他的话 点头说好 我带你去吃饭 但是医生说了 我又把注意事项讲了一遍 沈思行也不知道 听没听进去半个字 等我说完 他气狠了般瞪我一眼 骗子 徐氏觉得不够震慑我 他张开嘴 露出牙 不给饭吃 我吃了你 不吃饱 可能真的会影响智力 沈思行现在真就怪傻的 我没忍住 掏出手机来对着他 咔嚓连拍三张 没说不给你吃 但咱得慢慢来是不是 你现在这样乱吃 胃很疼吧 沈思行想了下 最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便把我手腕上挂着的袋子取下来 自己重新领找了 三 古有飘母韩信一饭千斤 经由我顾明熙重新定义一饭千斤 这个该死的比例 沈思行吃的不是饭 是金子 我只给他点了两碗粥 两个馒头 沈思行的表情那叫一个哀怨 不过他明明说 眼神犹犹豫豫的往外瞟 我说了 你得好好养养胃 下次给你买 此言一出 沈思行立刻收回视线 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 像只等待主人说开饭的小狗 我伸出一只手 示意他吃饭 吃吧 现场堪称一个风卷残云 我真想不明白 我遇到的那个沈思行 又斯文又沉稳 和眼前这个 简直可以说毫不相干 算算时间 我和他相遇也就是三年后 这三年 沈思行是遇见了什么天大的机遇 才能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收回思绪 看着沈思行狼吞虎咽的样子 未免感到心疼 倒嘴的话盘旋一圈 又咽了回去 算了 来日方长 下次再教他 我抽出纸巾递给沈思行 沈思行敷衍的往嘴上一贴 丢掉了 而后 眼巴巴的看着我 吐出两个字 我饿 我记上心头 你乖不乖 他满脸莫名其妙的看我一眼 没怎么犹豫 就为了实物屈服 乖 你说我有病我就有病 我都不反驳 很轻易的 我在他这张上 且青涩的脸上 看到了将来的那个他 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别怕 有我在 我总是无条件相信他 而他每一次 也确实都能做得很好 找到两全之法 现在这个青年版沈思行 也是怪会古人的 乖乖巧巧的样子 我说什么是什么 我冲他甜甜一笑 那乖 我们不饿 不吃了 走吧 沈思行秒变脸 立刻收敛了所有表情 死气沉沉的拿着东西 游魂一样荡在我后头 好家伙 平时面无表情 是为了节省力气吗 你住哪 我送你回学校 想到今天被我撞见的场面 我立刻改口问 是有关系怎么样 对你好吗 沈思行动作迟的摇摇头 住校外 一个人 没有室友 他乖乖地回答 末了 掀起眼皮看我一眼 你对我好 我瞬间说不出话来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 沈思行 怎么会有这样的过去呢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那你妈妈呢 沈思行很少说起他的家庭 和我介绍时 只说父母已经离世了 我那时满眼心疼地看着他 反被他屈指敲了下头 想什么呢 我没你想得那么惨 相反 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 他太温和 太包容了 理所应当的 我把他当成了一个 在爱里成长 但后来失去了这份爱的人 被父母好好爱过 所以很少对生活产生怨恨 但是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这样的 沈思行闽唇 睫毛轻颤 生我的没见过 没等我继续问 他又道 现在的是我的养母 我生母年纪小 生了我就把我丢了 我被我爸捡回去养 他死后 我妈带着我改嫁了 短短几句话 恐怕却是 他一生难度的苦恶 我有点难受 沈思行静静地看了我一会 忽然弯下腰 和我视线相处 近得快要贴到一起 我呼吸乱了两拍 听见他低唇的声音 姐姐 你心不心疼我 我快要顶不住了 怎么 我努力平稳心跳 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沈思行笑笑 好看得眼弯起来 我饿 这两个字就像魔咒一样 我一把捂住他的嘴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说你不饿 他跟躲被晒干了的花似的 捏了巴基 很是不满的嗷了声 四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沈思行的住处并不差 房间整洁明亮 电器设施一应俱全 你住这里没钱吃饭 他把药一一取出来 认真地摆放好 叔叔的 不属于我 似是怕我不理解 沈思行又补充道 沈金白的父亲 难怪我会觉得 这房子里没什么人气 不像是有人久住的样子 想来应该是沈思行 只把这里当一个落脚的地方 又或者是 除此之外 并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活 他只需要活着就好 我承诺的太久了 引来沈思行格外凝重的一眼 手他三步并坐两步走过来 朝我伸出手 从他这只手上 依稀可亏见 沈思行的生活并不好过 他的指甲修得短又圆 但我还是撇见了 他指甲里的淤血 像是被人用力地碾压过 朝着我摊他的手心 也有突兀的伤痕 你的手 见我没有动作 沈思行傅又解释了一遍 把我紧攥着的手揉开 我这才发现 我无意识地掐着手心 留下了浅浅的月牙印 我本能的抬眼 和沈思行四目相对 没事 别怕 他的声音滴滴的 不知道是在对我说 还是在对他自己说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 记忆缓慢的重叠 最后定格到现在 还不惨吗 沈思行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 不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从未改变 我活到了今天 受到了教育 没有人亏欠我 没有人 我重复了这句话 在我看来 他周围尽是可恨的人 他这样的现状 家里长辈不可能不清楚 不过是觉得没必要 装聋做哑巴了 我虽然自出生起 就被抛弃 但是我没理由怨 我爸说 我的亲生母亲年纪小 他没能力 也不敢承担后果 我理解 我爸把我捡回去 没有亏待过我 我妈改嫁 也带走了我 我现在有疏毒 还有未来 没什么惨的 沈思行面色如常 平静地讲述着这一切 转身给我倒了杯水 还温涨 喝吧 我接过玻璃杯 触手便是温热的感觉 沈思行继续道 至于沈金白那群人 我不能说不愿 但是我妈已经过得很不容易了 我只能不愿 我仰头喝了一口水 的确是温的 却觉得目眩头晕 或许沈思行 并不需要我的拯救 他有他自己的天地 有他自成的规则 和处事方式 不是不懂反抗 是他比我更深地 知道生活的不易 知道一个带着孩子 嫁入豪门的女人 举步维艰的局面 他的养母 没有多不爱他 但也没有多爱他 但是 但是 我爱他 我不忍心 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 我垂着眼 视线飘忽不定 手指无规律地 按在玻璃杯壁上 又一开 我的手机里 还存有一段视频 是那天的霸凌现场 每个人的脸 都被我录得清清楚楚 发出去 沈金白可能会受到惩罚 可能不会 但沈思行和他的养母 一定会 沈思行避而不打 反问我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我的视线 重新落到他脸上 黑白分明的眼里 写满执拗拗和不解 因为我愿意 我无意识地动了下手指 清晰地感受 玻璃杯里液体的温热感 沈思行 我另一只手也搭上来 改成双手捧着这只玻璃杯 冲着他歪头笑笑 尽可能使得我的语气 像在玩笑 你可能不信 我是你未来的妻子哦 神经病 胡说八道 我在等着这样的回答 但是沈思行的睫毛颤了颤 问我 是在多远的未来 他没按我预想地走 我一愣 想要告诉他 就在三年后 他大二 我大一的那年 但我无论怎么努力 都发不出声音来 大概是这里的某种规则 我没办法告诉他具体时间 我只好说 再不是很近 但并不遥远的未来 沈思行忽然笑起来 这次的笑 显得很是真心实意 唇角上扬 眉眼带笑 像是夏日里 嘉宾的薄荷茶 干净又透亮 我始终觉得 他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 明媚敞亮 但是好像 他的生命里 总是在下雨 暴雨 或是连绵不绝的细雨 五 我在沈思行这里住了下来 用了一个很别角的借口 我说我父母刚刚离异 在家闹得厉害 我从此无家可归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 向我爸妈道歉 为了他们女儿的幸福 就先假装离婚一下吧 这真的是漏洞百出的一个理由 沈思行却没追问 反而改问了我的名 顾明熙 你的明天会更好的名 和我在一起 就有希望的系 暖心教育 我时时刻刻在行动 沈思行若有所思 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叔叔阿姨肯定对你满怀期待 我爸说 我的名字 是他照着医院 新事二名字取的 他说那位叫思行的 一看就是备受家里宠爱 还不差钱的 他希望我以后 也能这样 能过得好 说到这里 沈思行的眼里 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我爸说读得不多 他觉得那就是最好的住院了 我爸死后 我妈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 他自己生着病 也没让我辍学 只教我好好读书 后来他在饭店 当服务员的时候 认识了沈金白的爸爸 我妈长得很漂亮 后来就和他结了婚 我的姓也改掉了 我小时候过得还不错的 他停顿片刻 又道 没有人亏欠我 好像在为他的人生 坐住脚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不要怨 可以怨的 我一边说 一边回忆着 你知道吗 我读书的时候 早八起不来我怨 小组作业 有人划水我也怨 食堂阿姨 给我打菜打扫了我还怨 我工作以后 同事甩锅给我我怨 我跟不上项目 进度我也怨 我加薪加不到预期 数目我还怨 我和沈思行 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 我是个非常容易暴躁的人 一点不顺心 就可以让我发疯 而沈思行 是那种永远能保持住平衡 有条不紊的家伙 我一度很嫉妒他 我重新组织了下语言 我是说 没必要成为大家期待的那种人 做自己就很好了 你一点都不愿 我为你美好的品格鼓掌 你埋怨 我也以你的真诚坦率而欢喜 我并不清楚 沈思行是真的不愿 还是说服自己不愿 不过没关系 我接受任何一个样子的他 或许我来到的目的 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拯救 而是 我想告诉他 他也是被爱的 在那个未知的将来里 有个确定的我 一定会来到他的生命里 沈思行握拳抵住唇 语气含笑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眼中 有点细血的味道 你都无家可归了 还这么担心我 啊 我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解释 这也信了 你明天不是还要上课吗 早点休息吧 为了抵房租 我包你的三餐 我很会做饭的 沈思行看了我一眼 突然道 那你得先去买点换洗衣服 我忘了 这不是我和沈思行之后 会拥有的那家 这里一点我的东西都没有 我刚要答应下来 点开手机 看了下账户余额 默默地把话验了回去 在这里 我是没办法找工作的 我的身份信息全部失效了 目前只能坐吃山空 活一天算一天 让我眼睁睁看着沈思行挨饿 我是做不到的 但我也不能不穿衣服 想了想 我硬着头皮 喊了声沈思行 他立刻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 那个 我穿你的衣服行不行 几乎是瞬间 沈思行的两只耳朵 染上淡淡的粉 他惊慌地看了我一眼 原本死气沉沉的毛子 瞬间有了色彩 血满无措 我也不想 可是算算几套衣服买下来 按照这个世界的比例 我估摸着要出大几百万 我能待在这里多久 目前仍是个位置数 但沈思行绝对不能不吃饭 内衣我当然会买 你随便给我几件不穿的T恤 花裤衩什么的 我原本还有些不好意思 可是看着沈思行紧张得手 都不知道往哪里摆的样子 我一时之间 生出了动弄他的念头 对了 你有花裤衩吗 想来是没有的 熟男版沈思行穿得规规矩矩 现在这个青色版沈思行衬衫 也是扣到最上头一颗 太乖了 沈思行慌慌张张地冲我白手 他的脸上泛红 别这样 哟 难怪该死的沈思行 白天一套晚上一套 每次都把我逗得面红二次 连连求饶才勉强放过我 原来这么好玩 那你也不用管我了 我呢 自小就穿不了新衣服 一穿就过敏 我胡说八道的本领很高 只是说多了有点良心痛 沈思行嘟弄一句 我不管你了 转身飞快地溜进了他的房间 只是关门前 还探出个脑袋 看了眼我 我轻叹口气 心里还在想着账户里的钱 该怎么花才是最优解 好一番精打细算后 我得出结论 约莫几个月后 我就得跟着沈思行过上三天 两顿的生活 好烦 我剥开散乱的头发 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 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地想起 白天时警方要我过去做笔录 我说要先送沈思行去医院 明天再说 现在有个问题是 我没有身份证啊 这个笔录我不能去做 不然等到登记身份信息的时候 还是觉得郁闷 干脆整个人往沙发上一趟 仰天长笑 啊啊啊 原本关着的门后长出个头 沈思行很是为难的样子 你别这样 我不是真的不管你了 给你 你别喊了 他从门外丢出来一袋什么东西 正正好掉到我跟前 我立刻爬起来坐好 伸手去捡 一打开 里面是他的衬衫 和被剪短的校服裤 门后的那个脑袋 还在叙叙叨叨地解释 声音越来越低 我之前的衣服有点小了 给你穿 我洗过了 是干净的 我一下子笑出声 你躲门后干嘛 害羞吗 门后呼的一静 好半晌后 沈思行闷闷的声音传过来 为什么你这么熟练 他的语气并不高兴 带着不易察觉的阴雅 我想了想 笑道 都是你教得好啊 这都是之后的你教我的 所以我呢 一点都不害羞了 他没有回答 我也不在乎 自顾自地继续道 我不想去做笔录 沈思行你说要怎么办啊 他答得很快 别怕 我去就行了 我坐在沙发上 晃起脚 满脑子都是决定结婚前 我坐在沈思行怀里 说我害怕 沈思行拍着我的背 不断地安抚我 别怕 实在不行 我一个人去也行 反正大家都知道 新娘是你 他的玩笑话 瞬间缓解了我的焦虑 而现在 在离我们第一次相遇 还有三年前的今天 他说着类似的话 门后细细输出好一阵 沈思行突然把门推开 郑重骑士地道 早点休息 我晃荡着的动作一顿 然后又笑弯了眼 这是在回应我那句躲门后吗 6 也不知道沈思行用了什么办法 做笔录这件事 算是顺利过去了 我的手机里 还留着当时 被我记录下的视频 趁着沈思行回来吃饭时 我打开视频给他看 这个你需要吗 我本来想的是 闹大借助舆论来帮帮你的 但是目前的形势 对你来说没有利处 更何况 对沈思行来说 他的养母 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存在 沈思行安安静静地听着我讲 点头道 你说得对 他扒了一大口饭 毫不犹豫地往嘴里塞 我无奈地敲敲桌面 示意他听我讲话 你再吃这么快 我就要生气了 我本来想说 再吃这么快 下次就别吃了 但是想想 这样的惩罚其实很过分 话到嘴边就变了样 眼见沈思行放缓了速度 我这才继续等 如果要熬的话 得撑到你高考后 沈思行之所以过得这么凄惨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沈金白 让他做不成任何兼职 而沈家那边给的钱 到了沈思行手上 完全不剩什么了 200块 沈思行要过一个月 这点钱 还不够沈金白一顿饭的十分之一 所以沈思行总是格外饿 他勉强从饭菜里抬起头 你说得对 我是笑 你怎么只会这句你说得对 沈思行满脸认真 因为你说得对 我趴在桌上狂笑 笑够了 我撑着头看他 沈思行 我炒的菜是不是很好吃 吃得这么香 敢说不好吃 我就把它做成菜 他加了一筷子塞进嘴里 你说得对 那你说 我是不是很好 沈思行看出我的顽心大发 面上有些无奈 你说得对 我指着我自己 那你再看看我是不是做你女朋友的料 沈思行似乎被枪道 他连连咳嗽 我连忙站起来 替他拍背 沈思行壳的眼里一片雾水 结结巴巴地道 你不是说 你是我未来老头吗 我忙不迭地点头 眼睛亮亮地看着他 对呀 对呀 他低下头继续吃饭 我很是不服气 你真什么意思 我又开始胡说八道 我要外貌有外套 要身材有身板 要学历有日历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就在我以为等不到回答的时候 他忽然道 那你还问什么 话说的硬气 耳间是通红的 好腼腆啊 真该死 不能亲 等我回去 我要亲死沈思行 他年少的时候 居然可爱成这个样子 随便两句话 就脸红得说不出话来 沈思行努力绷着脸 只是耳间的颜色 怎么也遮掩不住 他认真的打量了我一番 你要外貌有外貌 要身材有身材 要学历有学历 我怕你不满意我 我被他哄得心花怒放 破例给他多成了晚饭 把饭端给他后 我朝他道 你之后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知道吗 你之后成为了 特别了不起的人 真荒谬啊 你居然会和我谈恋爱 还总和我说 害怕我不满意 我好几个朋友 都问我是不是跟你下股 你别不信啊 我跟你说你真的很了不起 大学就开始创业 学业成绩还遥遥领先 我是你学妹 我入学的时候 总从别人嘴里听到你 那些老师也爱拿你举例子 说你创业一开始失败过 但你从来不会流时间伤心 而是迅速复盘总结原因 我越说越起劲 沈思行一边吃一边听我讲 就在停下来歇口气的空当 他倒了杯水给我 可不可 我有些挫败 你不相信吗 都没有问题要问问我 沈思行看着我 带着些宠溺一味的笑 嗯 我想知道 我是创业成功了以后 才遇见你的吗 那当然是啊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你还不饿吗 我扯了下他给我穿的校服裤 有点饿了 先吃完再找他麻烦 沈思行只是笑着 一脸果然如此 最后我都没能找他的麻烦 因为他吃完饭乖习碗去了 洗完碗就开始做题 我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我害怕他问我题 我早忘光了 气 在我的照顾下 勉强说是照顾吧 沈思行的身体飞速好转 两个来月的时间 他逐渐有了少年人该有的模样 不再惨白这一张脸 动不动就喊乐 这段时间以来 沈金白也没有再找过他麻烦 只是他真的太能吃了 如果我不制止 他能吃到兔 好像永远感受不到饱腹的状态 我没有钱 没法带他去看医生 只好在手机上查查原因 有人说 这是因为他长期挨饿所致 害怕下一次吃不到 所以能吃到的时候会拼命的锁 我只能尽量控制他 随着账户余额的减少 我心里的惶恐越来越深 我隐约预感到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种预感愈演愈烈 可我还没看到沈金白 那伙人接受制裁 还没等到沈思行过上好日子呢 预感强烈到 我没办法忽视的那天 从不去接沈思行的我 破天荒地换了衣服去接他 说来也可怜 我完整的衣服 只有那天穿过来是穿的 这段时间 我穿的还真是沈思行的校服 可以说是最青春的情侣装了 我左等右等 都没等到沈思行 我慌忙地往那天待过的小巷子跑 又是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面孔 同样的场景 我心跳如骨 沈思行一眼就注意到我了 他朝我安抚性的笑笑 好不容易养好的身体 又浮现出伤痕来 我正准备顾及重视报警的时候 前方突然发出一声问响 沈金白冲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 你这么救他 该不会是因为我这个弟弟 他止住 眼神暧昧又恶心 他是有多厉害 让你这么念念不忘 你看看我们几个怎么样 周围爆发出一阵心照不宣的笑 一直沉默着的沈思行猛地 把他掀翻在地 拳拳到肉 毫不留情 几乎成了沈思行 压着沈金白单方面的殴打 沈思行发了很斑 周围的人竟没一个赶上前去栏 沈金白 你说这种话 是真不怕我告诉你爸吗 我们可是亲戚 过年我还见过你 原本狂豪的沈金白 脸色呆滞了一瞬 我和沈思行对视眼 他飞快地起身 狠狠踹了沈金白一脚 转身拉着我狂奔 耳边近视呼啸的风声 和沈思行的呼吸声 别怕 有我在 我被他拉着 心里有个念头 犹犹豫豫豫地破土而出 我不合时宜地道 沈思行 我们这样像不像私奔 和他恋爱的时候 我就好希望他为我做出点出格的事情 倒不是说要多盼道离经 只是我不自信 希望通过这种特殊性去验证他的爱 但沈思行这样的人 就该一条大道往下走 不应该因为有任何的差错 所以我从没表露过 现在 却也阴差阳错地达成了 我和青色版的沈思行 奔逃在春日的街头 世界的喧嚣都在身后 爸 别说这种话 沈思行呼吸沉重 把气喘吁吁的我往拐角处一推 不要私奔 你要和我过好日子的 他忽然冲我笑 比春日离开的话还要更成一分 你真的是我未来的妻子吗 沈思行总是这样问 我从不迟疑 真的 和我的真心一样真 但是这次他没有回避 他抿着毫无血色的唇 看起来有些高兴 那你 说你爱我 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看着他笑 语气坚定 我爱你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我真的很想很想 和你一直在一起 沈思行真的好高兴 我觉得他的眼睛都在发亮 他又问 我和你 就是在那个不是很近 但并不遥远的未来相遇的吗 我点头 沈思行上前两步 用力把抱住我 想要把我嵌入他的身体里班 我想要抬头问问他怎么了 却被他按住了头 我被迫听着他胸腔里有力的跳动声 听着头顶发颤的声线 那我等你 你一定要来 我们明晰才不是无家可归的小孩 我们会有一个家的 我等你 你一定要来 他松开我 后退两步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温柔地朝我笑笑 回家吧 我等你 眼前的景象如流沙般颠倒 世界模糊下去 世界清晰起来 我还在家里 我和沈思行的那个家 我崩溃得嚎啕大哭 却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男人把我抱到怀里 小心地抚慰着 做噩梦了 他揉揉我的头 把我扣在他怀里 别怕别怕 我在呢 我哭了好一阵 哽咽着告诉他 我回到了你高中的时候 一点都不像做梦 太真实了 他们都欺负你 他们全部都在欺负你 你这么好 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沈思行抱着我的身体 明显僵住 他垂着头看我一眼 轻轻地笑起来 你想起来了 他一只手拍着我的背 一只手抽了纸巾 替我擦眼泪 没关系的 我有你 你对我好 命运对我还真是眷顾 他的神色格外柔和 眼角眉梢都带着笑 我那时候想 如果有神 就该来救救我了 然后你就来了 混乱的记忆 在我的脑海里 逐渐连成一条线 所以一直抓紧时间创业 是为了我吗 我满眼稀迹地看着他 沈思行见我不哭了 笑意越发地深 对 你说创业成功之后 我们才相遇 我很想见你 所以不敢松懈 难怪所有传说的版本里 沈思行都在为了成功 不要命般地尝试 我心疼地抚上他的脸 我都不知道 你还有那样的过去 如果是我 我会怨恨全世界 沈思行深深地看我一眼 窥探道 被你那样爱过的我 还怎么怨恨这个世界 我感谢命运的眷顾 都来不及 我被他夸得不好意思 把头埋到他的胸肌里 他笑着揉乱了我的头 还不睡吗 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 我怕你起不来 我立刻从他身上 跳下来 睡 明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快帮我看看 我眼睛哭中了没 没有 漂亮着呢 我哼一声 准备去睡觉时 又想起什么 爬起来狠狠亲了沈思行一顿 片刻后 我趴在他的腿上哭 他好脾气地劝了又劝 我边哭边控诉他 你以前明明那么单纯的 你现在怎么这样 沈思行这丝 一点都不害骚 还阵阵有词地道 都是夫人你教得好 我一直铭记于心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罢了 呜呜 我那时候就不该嘴见调戏他 可是 好不甘心啊 我偷偷瞟他 想要找办法欺负回来 他却笑得温柔 你今晚是不想睡了吗 谁说的 我连忙爬上床 把被子拉高 哼 来日方长 不急于这一事 我迟早欺负回来 翻外 一 沈思行不信神佛 如果有神佛 那为什么不救救他 他明明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沈思行摸着口袋里的刀具 神色奄奄地盯着沈金白的脖子 只要一刀下去 就都可以结束了 这烂泥一样的人生 本就不值得他留恋 他在心里默念着 如果真有神佛 就来救救他吧 可睁开眼 周围只有那群人不怀好意地笑 沈思行的手伸入裤子口袋 摸到刀具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 录的尽头 突兀地出现了一道女生 神明一样天降 二 沈思行本不应该相信任何人的 但是天降神明的这个滤镜 让他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他歪着头朝他笑 告诉他说 我是你未来的妻子 沈思行想笑 还是忍住了 他这样的人 活下去都成问题 哪里来的未来 只好洋装好奇地问他 是在多远的未来 少女给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骗人的惯用手法 谁会相信呢 他这样想 三 可是沈思行忍不住想 神会偏爱什么样的人呢 但千想万想 也不是他这样心里 只有怨恨的人 所以他伪装 把所有的例子都收敛起来 如同书里写的那样 只感恩不怨恨 可是他说 你是可以怨的 那一刻 被很多很多恨包裹的他 突然就不怨了 什么都没有的他 好想好想留住他 他是因他而来的 他不松口 他哪里也去不了 四 沈思行 我们这样像不像私奔 带着他狼狈逃跑的时候 他居然还是笑着的 恰好是春日 街角有些人家养的花 已经开了 他忽然想起 少女歪着头对他笑 眉眼弯弯的样子 比这些花明媚多了 他默念着他的名字 明昔明昔 一听就是被父母 期待着出生的小孩 不是他这样的杂草 他希望他永远都是明媚的样子 他喜欢看他笑 不要私奔 你要和我过好日子的 他要放他走 他要在那个不确定的未来 等一个确定的他 他会一直等 不论他来或不来 五 除了他 没有人记得他来过 他就像一阵路过的风 把他吹过 毫无踪迹 但是为了那个不确定的未来里 确定的他 沈思行愿意竭尽全力 在这个过程中 他展示出了惊人的毅力 和极其强悍的天赋 沈思航花了不少时间 才得到沈金白那伙人的罪证 他们背地里干了不少 违法乱纪的事情 面对的是 刑期不等的审判 沈思航发狠的努力 哪怕考出了 全省第一的高考成绩 依旧是丝毫不敢松懈 马不停蹄地着手创业 他从不给自己松懈 和难过的机会 他只知道 他好想他 好想见他 而他 在那个他创业成功的未来里 开学季 无数的面孔里 沈思行一眼就看见 那张他朝思暮想的脸 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 但是他确定 那是他的妻子 那一定是 六 沈思航无数次地和妻子感叹 命运真是眷顾他 但是他不知道 原本他和顾明希的相遇 不是在他大二那年 而是在他毕业后的第二年 只是爱的力量太强大了 早已冲破了命运的安排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硬生生把这时间点推强了四年 他只以为命运眷顾 却不知道 命运眷顾的 从来都是生活的勇者